劉祥在微博上載了一張照片粉水退役傳聞 藍王說手術很順利 多謝大家關愛 又說很享受近幾年來努力拼搏的過程 自己很喜歡跨欄 會努力康復 劉祥在倫敦維林頓醫院 完成歷史1小時19分鐘的手術 由著名英國足科專家 尼克卡倫醫生粗刀 接駁右腳筋健 以及清除4年前在美國做手術時 殘留腳筋的蓋化物 上海市體育局局長李旭毅說 劉祥手術非常成功 主診醫生都很滿意 劉祥的父親劉鶴鶴 知道劉祥手術順利 也鬆一口氣 她說劉祥留衣兩至三天後 就會回上海養傷 中國奧運代表團的徐隊醫生 陳世奕說 劉祥右腳筋健需要八個星期 康復和固定傷口 之後要經過相當漫長的康復期 相信康復後 有望參加下屆巴西里約二內勞奧運 但劉祥的教練孫海平說 雖然劉祥手術成功 但能不能完全康復繼續參賽 要視乎康復情況 何時能重返賽場 仍然很難下定論 香港歡頻電視機 則一金營報導